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做一个特别快熟简单的蒜蓉虾 虾肉Q弹,蒜味浓郁 特别简单的食材 超市买来的去头冰冻虾 先用剪刀,把虾背剪开 里面有一根黑色的馅,这就是虾肠 把它挑出来不要 这样待会儿炒出来的虾就不会有腥味了 全部虾都这样处理好了 稍微洗一洗,控干水 蒜蓉虾嘛,我们就多准备一点蒜蓉 我用了枕头的蒜 去头,去皮 用刀切成末 或者像我这样用切蒜神器把它打碎一点 这种大小颗粒的就可以了 如果喜欢吃辣的话,再切点朝天椒 葱白,切成末 葱叶,以切成末把它分开放 锅里放二三十毫升的油 多放点会更好吃 倒入蒜末 翻炒出香味 再倒入红辣椒和葱白部分 倒入大虾,翻炒一下 倒入料酒 再盖上盖,焖一分钟 盖一分钟左右 盖上盖 用锅里的热气把这些虾焖熟 盖上盖 这次盖 我们加点盐 再加两勺的酱油 分炒均匀后 第三次盖上盖 焖一分钟 时间到,虾就熟了 蒜蓉炒虾不需要炒特别长时间 虾肉就会变得有点干,有点柴 不好吃也不好看 盛出来 撒点葱末 简单,营养,又好吃的 蒜蓉虾就做好了 您也试试吧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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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